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着我们来介绍第二种透镜 就是凹透镜 那凹透镜它也是利用光的折射性质来成像 也是属于球面透镜的一种 它跟凸透镜最大的区分是在它的中央部分比较薄 比它的上下的尖端部分还要薄 所以它是属于一种发散透镜 因此它在镜后它不会成像 它的像一定出现在跟光源同一边 而且出现的是一个阵力缩小的虚像 所以一般的镜式眼镜用的镜片 就是属于一种凹透镜 那我们下面透过一些图形跟公式 我们对它做更进一步的解释 这是一个凹透镜的一个成像的一个图 一样就是光源放在镜前 然后一条平行光经过镜心的上方 但它的折射光是一个发散的 它的延长线一定会通过镜前的焦点 它也是有两个焦点 一个是左焦点跟右焦点 那两边的焦距还是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 那第二个就是光线如果直接穿过镜心的话 它是直接穿出去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两条折射光呢 在镜后的话都是回发散的 所以说它的延长线呢 所以它的像就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它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确实是一个缩小又正立的一个虚像 好 我们下面再看它的公式的一个解释 好 接着呢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成像公式 它的成像公式跟突透镜呢 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唯一的区隔呢 就是它的R1永远都是大于R2 好 那所以造成它的焦距呢 是一定都是小于零的 好 因为N一定是大于一的 所以造成它的像距呢 也小于零 所以对一个凹透镜来讲呢 它的像距因为它是小于零 所以它出现的像呢 永远都是一个正立缩小的虚像 好 一个凹透镜因为它的R1大于R2 而且呢 它的这个R1小于零 R2大于零 所以造成它的焦距呢 永远都是小于零 所以它成的像呢 是一个正立缩小的虚像 那我们来透过这个立体 我们来了解一下 一个凹透镜的折射率呢 它是玻璃做的 所以它的折射率是1.5 那表面的趋力半径呢 R1是20公分 R2是10公分 那因为R1大于R2 所以很明显它是一个凹透镜 那现在要求这个透镜的焦距 我们就带入它的成像公式算出来 所以它的焦距是 算出来的结果是负的40公分 所以可见呢 它确实是一个凹透镜 好 那有关凹透镜的一些特性呢 以及它的成像的过程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完结果这篇 我们是否在设计并不是的 跟他们比较了 我们是否在设计并不是的 我们是否在设计并不是的 我们是否在设计并不是的